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西文旅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文旅阅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文旅报道 连日来 九江各地文旅人同心抗议 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对全市各类文化场所和旅游景区景点 星级酒店旅行社进行检查 共同助劳坚实的疫情防控屏障 主动担当助劳安全防线 卢山西海竹景区工作人员参与梅塘高速 一家河村 司马村卡口疫情防控工作 每个卡口安排三名工作人员24小时职守 职守人员对每一个进出卡口的居民 查验健康码 测量体温 查看行程轨迹 做到不留死角 不露盲区 景区内防疫工作严格落实四查一带 疫苗接种 核酸检测 环境消杀 体温监测等疫情防控措施 做好人员管控和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 瑞昌市文广心理局百余名干部 下沉到社区村参与一线防疫工作 26名干部到防疫卡点职守 85名干部到辖区赛户农场阳光社区 龙门社区以及高峰镇铺头村 协助做好核酸检测工作 德安县文广心理局干部 下沉到指定社区一线 严格做好四查一带工作摸牌 重点地区返线人员登记 测量体温等防疫措施 武宁县文广心理局组织人员 对全县书店 星级酒店 网吧 KTV 游艺厅以及各旅游景区景点 进行疫情防控工作检查 助劳疫情防控网 近日江西省文联号召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 发挥专业优势 积极创作抗击疫情主题的文艺作品 全省漫画工作者用了不到30个小时 就创作出近60幅漫画作品 齐心协力为江西抗疫助力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其中的部分作品 为抗疫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其中文字幕 日前 国外一家酒店特别定制的三里堂瓷块开摇仪式 在景德镇民访员举行 经过一天一夜的烧制和一天的冷却后 随着一声开摇大吉响起 三里堂瓷块正式开摇 上百个瓷块瓷勺瓷架 也随着摇炉慢慢拉出而逐渐映入眼帘 一根根瓷块瓷勺 因碰撞而发出如风铃般美妙的身影 在场的人们也不禁传来振振赞叹声 我们景德镇三里堂出品的这双瓷块 可以说是闪心悦目 这种体验感有爱不惜手的感觉 最主要我们要让客户感觉到 它是最放心最安心的 很时善 最主要的是很卫生 据了解 这些瓷块不仅健康卫生 而且还打消了很多人 对于瓷器易碎的过滤 从一米多高的地方摔向地面 也能完好无损 我们也希望安全放心的瓷块 走上千家万户 走上餐饮的各个领域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快报 商务部 中央宣传部 文化和旅游物等八部门 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意见 意见提出 支持老字号跨界融合发展 鼓励有关旅游机构 将符合条件的老字号企业 纳入旅游路线进行重点推介 在月28号举行的第五届 全国中青年 德意双新文艺工作者表彰大会上 干男艺术创作研究所所长 一级演员杨骏 荣获全国中青年 德意双新文艺工作者称号 迄今为止 江西共有四位艺术家 获得这一艺术界最高荣誉 据了解 杨骏一直工作在艺术第一线 致力于干男采茶系的传承 发展推广工作 主演了干男采茶系 八子参军 永远的歌谣 一个人的长征等 四十余部传统及新创剧目 近日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首批 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精品课程名单 24家博物馆 共30项青少年教育精品课程入选 此次获评的博物馆青少年精品课程中 南昌华南博物馆 国风亲子延续活动 南昌清酒服前臂博物馆 革命历史中的红色货币 景德镇黄腰陶瓷艺术博物馆 拉批体验课 青花彩绘等非国有博物馆课程名列榜单 3月28号上午 三辆景区公交车从姚里景区游客服务中心缓缓驶出 这标志着姚里景区开始拥有自己的公交 本次开通的景区公交分两条线路运行 始发点均为景区游客服务中心 其中一条至汪湖景区每天共10个班次约50分钟一班 另一条线路至梅岭 每天两个班次 上下五个一班 待明年昌景黄高铁开通后 始发点将延伸至高铁姚里站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